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的华裔作家邓敏林一小说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赢得了加拿大2016枫叶银行极乐文学奖 今年10月 邓敏林的这部作品获得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 并入围了英国文学奖赋课奖 极乐奖的创始人向邓敏林颁发了10万家元奖金 邓敏林1974年出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市 曾在Simon Fraser大学学习文学和现代武 现居住在蒙特利尔市 她的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人 于上世纪70年代移民在那大 小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描述的是60年代在上海学习音乐的三位中国年轻人的经历 涉及土改 反右 文革六四等政治世界 最近 许多新妈妈们集体发声 向电视台抱怨在医院生孩子时遭遇的不公平待遇 许多女性在生产时都遭遇到了不公待遇 这位叫做Britney Davis的年轻妈妈说 在生产时自己痛得叫出了声 却遭到了护士的辱骂 Dana Weatherhead是一位为女性和新生儿发声的人权专家 她说 许多新手妈妈们对于在生产时遭到的待遇都感到焦虑 但不知向谁诉说 Weatherhead说 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站出来发声 在过去六年 全国各地的医院和卫生机构已经收到了上百封的投诉报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